大家好,我是來自新莊高中的蘇菲 我是隊長劉鴻毅 我是隊員洪俊瑋 是隊員黃瑞儀 上台一鞠躬 剛才歷史課上的法國大革命,好不難喔 對啊,那個革命派 老師我剛才做了什麼,完全搞不懂耶 老師最近這本蘇菲的日記也沒有提到耶 這本不是關於數學的嗎?怎麼和歷史有關呢? 其實除了數學的方面,在歷史方面也有相當多的琢磨喔 數學跟歷史,這兩個我都不太喜歡耶 那這本書不就很無聊嗎? 其實不會喔,這本書以日記的形式呈現出 蘇菲正去讀完數學史這本書之後 找到了他的數學的熱愛 一直到了後來他也研究了像是微積分等其他的定理 而在原讀這本書的同時 我們彷彿身處在蘇菲當時的生活環境當中 當時的法國正面臨著一場大革命 加上社會對於女性受教群的歧視 讓蘇菲在研究數學的時候變得相當的不容易 他還曾經抱用男性的名字 提醒給高斯與拉布朗日 只希望他們能夠開演他的研究 而蘇菲最令我們感動的地方 就在於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下 蘇菲對於數學還是如此的熱愛的堅持 而在這段期間,蘇菲研究了相當多的定理 而在蘇菲平坦積極到了植樹 想必蘇菲是非常愛植樹的 植樹他的定義其實很簡單 就是除了一和他自己 沒有其他的正義樹 那像是二、三、五、七 這些都是植樹 而蘇菲平坦積極到歐吉里德曾證明出 植樹有無限多 欸?竟然無限多 那其他的書學家就會在思考 是不是有個關係式能夠帶出更大的植樹呢? 像是這些有名的書學家 廢馬與梅仙都神奇出貨 雖然對於部分的數字來說可行 但還是會有例外 看似經營如斯簡單的植樹 他的科技學到現在 我們都還沒有辦法去精確的去預測 那這樣子一個神秘的樹 讓許多書學家都非常的熱愛他 植樹是聽起來是很有趣啦 不過有沒有更實用點的數學呢? 有啊,下一個 像一他就與文的生活有關喔 一他就和牌一樣是數學中一個重要的常數 而我們是這麼定義他的 他在文綺分上有許多特別的性質 因此呢我們在文綺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時常會用到他 像書中蘇菲有一次解決違非方程式的問題時就有用到他的這個性質 而聽到文綺分不許會讓各位對這個數產生距離感 不過其實他與我們的生活也是有著不為人質的關聯喔 想必各位都存過錢吧 可是各位知道負利是怎麼計算的嗎? 其實負利是利用這樣一個公式來計算的 我們舉個例吧 假設有一天我們將100元存進了一間平率率100%的銀行 而直接銀行一定進行兩次 那麼我們在計算等一核時 我們會先將100%除以二才計算兩次 而加一個公式 加一個公式對身為商人的蘇菲父親來說 想必是更為重要吧 因此蘇菲的父親就像蘇菲提出一個問題 要計算幾次才能獲得最大的利益呢? 於是蘇菲就開始研究了這個公式 蘇菲首先假設利率能100%的銀行 他發現不管是每年每半年每一季或每個月計算 他倍率並不會有明顯的增加 反而是越來越好 因此他發現這其實是有極限的 而這極限就正好是一 但是想當然的 現實中並不會有銀行的利率就正好是100% 所以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倍率並不是100%的狀況 我們只要利用我們已知的定義和倍率 進行比較 將相同的位置假設成相同的數字 那麼我們經過轉換之後 就可以發現其實倍率翅膀 我們可以以郵局口成的利率來討論 我們不管是一年一次半年一次 甚至計算無限多次 我們影響的都只有到小數點後的第六位 那其實影響是不大的 哇 蘇菲可以想到這樣的關聯 真的很不簡單耶 對啊 而且這些都是看他自學學習來的喔 欸 自學 那如果他可以收到正規的教育 是不是就會有更卓越的成就呢 蘇菲之所以無法接受學校正規教育 正是因為當代的女權問題 當代的女權問題我們可以看到 在18世紀法國大革命時期 有了許多不平等的現象 譬如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 蘇菲的母親曾經在一個非常寒冷的夜晚裡 很新的關掉壁爐 腦走蠟燭這些行為 都只會讓蘇菲不要再晚上又繼續學習數學 然而其實除了蘇菲的父親之外 當代大部分的人都希望女生學習 女生該學習的東西 而現代仍存在的女權問題 在思想方面仍然還是存在著 女生就必須選擇自然組 而當胎子也只能選擇自然組的狀況 還有句話是這麼說的 數學無論何種體貌出現 都是男人的領域 但從4世紀的海帕西亞 第一位被詳細記載的女性數學家 到18世紀的蘇菲熱爾曼 提出彈性表面理論 以及推進了費馬最後定義的證明 她更是本書中的主角 再到近代的尼爾查哈尼 更首位獲得貝爾茲獎的女性數學家 在這之中有許多傑出的女性數學家 這都證明著 數學絕對不只是男人的領域 因此我們要試著打破心中那不有的枷鎖 別讓社會框架綁住你 我們嘗試任何你手上的事物 謝謝大家 鼓掌很值得 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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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掌是對蘇菲精采的表演 我們請劉公鴻老師提問 主任我們剛所報告裡面 可不可以說一下書中 比較對你們讀起來比較有感覺的數學的內容 就是你們剛提到的指數 除了指數以外 他們什麼數學內容是比較感動的嗎 像我是覺得1的那個部分特別的吸引我 因為我是有自己那個 預習數學 然後我第一次接觸1的時候 他是關於微積分的問題 像他只是微積後鼓掌之類的那種 可是我看這本書之後 他首先介紹的是他跟複利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其實數學他 我發現他其實是 有很多種層面可以去觀察他的 我覺得很神奇很感動我 關於我的部分呢 我是比較喜歡他裡面提到的 關於有愛樹的部分 有愛樹我感到非常有趣 因為他是形容說一個樹 他的所有正義數 兩個樹間他們所有正義數 恰好為對方 我覺得這種美妙的存在 讓我感到非常的 感人的數學非常有趣 重拾了當時對於數學的熱忱 那像是那個歐拉書 他有在用在那個巴黎人口的 那個基統計 我覺得就是跟我們主題 他這件事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除了女權之外 你覺得從這本書裡面 你覺得作者想要傳達的 血壞之音在哪些 關於這部分 我們在書中可以看到 剛才前面有提到 書卑呢 因為無法接受學校的正規教育 因此採用了自學 我認為這個自學是非常棒的 為什麼呢 在學校的正規教育 在教教育裡面,我們往往是先學習這個定理 然後透過演練,最後再學習如何應用 再透過演練這部分,往往會因為連續的練習 所以導致心中對於數學會有一種疲乏的感覺 但是呢,如果是透過自學的方式 是先發現這個問題,最後解決問題 然後最後發現這個定理 就好比如在幼稚園的時候,我們當初剛學一到十之間的正整數 然後又學一到五十,再學一到一百 就會想著有沒有更大的數 就是學習更大的數就會很快,就會感覺更厲害 學習更大的數 然後呢,漸漸的我們會去懷疑說 那它之前有沒有什麼規律,這就讓我們可以回到指數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自學這個方面 如果能夠透過自學就能使這個數學變得更加趣味和面的壓力 好,謝謝 非常謝謝蘇輝,精采的 謝謝